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造像超高工艺水准 堪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塔之一 巨大壮阔的敦煌石窟以墨高窟最为著名 曾被开凿千洞被称为千佛洞 可见规模宏伟 在风沙眼磨下剩下492个石窟 敦煌与云冈龙门并列中国三大石窟 云冈石窟建于北魏文成帝年间 以皇家权力动员人民开凿 前后长达19年 文成帝的父亲太武帝 以塞外游牧部落统一长江以北 促进湖汉融合 却下诏敬佛是三五灭佛之一 不过晚年历经挫折 一度出现悔意 他在毁活的其中 他的太子名字叫黄 也因为毁活而去世 所以没有接任黄氏的位置 然后他晚年得了一场大病 群衣都束手无策 不知道什么怪病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就觉得我造了什么虐啊 用这个庞大的财力 让人民对于这个帝王 或是皇室的这个尊崇 他反而能够有惧怕 还有统治的方便 所以后来都是北魏的皇室 大批的新鲜石窟 或是佛塔 以及佛教的寺庙 经历北魏太武帝 长达六年时间费佛 驾崩后文成帝继位 照赴佛法 一直到文成帝死后 十一岁的宪文帝继位 由冯太后掌握大权 佛教同样盛行 使得佛教文化及艺术空前兴盛 在这样的氛围下 宪文帝天安元年 西元四百六十六年 宦官曹天渡 为了替皇室与亲人祈福 亲一己财力 命人建造这座九层石塔 第一个他就是要为他 就是说北魏的皇帝祈福 另外就是为皇太子 皇太后等等祈福 接下来就是为他的家人 就是不管是以过去的家人 或是还在的家人家眷祈福 最主要还是 就是说他在佛座里面 他写得很清楚 就是为他的父亲跟他的儿子 就是做一个回向的动作这样子 造塔名记透露出建造者的期望 以及传承佛法的使命 九层石塔外形仿木造楼格式建筑 融合中国和印度建筑形式塔制 全塔可分为塔叉 塔身和塔座三部分 塔座是四面方形石块 塔身主体由两块石块组成 呈现四面九层 借久 抑郁至极 长久 祈求此塔万事流芳 那塔身它可以有三层塔 还有三层塔 五层塔 七层塔 九层塔 十一层 十三层 全然是激素的 从传统中国的塔没有双数的 绝对陈述是激素的 那么塔呢 外表看起来 它其实是像金字塔的样子 全塔布局严重有序 层次分明 佛像一丝布苟 刀法浑源俐落 造型依法滑金 剑 宝塔品 七宝塔制成 底座正面分三栏 中间刻香炉和石比丘 左右两栏分刻双石 有九男石女供养人 底座背面刻造像记一百二十六字 塔身第一层刻大方柱 各座有四排小佛 闭面正中设佛堪 前后为释迦多宝并坐 交绞弥勒菩萨 法相庄严 九层和科千佛像记一千三百三十二尊 在这个佛塔比较特别的是 在它的佛刊里面通常都是 就是二佛并存 二佛并存呢 它其实有个政治的含义 就是说因为在北魏那个时候 大概时间是落在北魏的贤祖 跟孝文帝的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事实上就是政治的掌权 是在冯太后的手上 那就是二佛并存呢 就是指冯太后呢 跟这两个小皇帝呢 他们是并存 并存在这个就是政治的环境里面 九层石塔雕造时间 与云钢石窟开创年代重叠 可说是云钢石窟缩小版 显示北魏佛教造像高超工艺水准 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堪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塔之一 也因为艺术价值高 中日战争期间引起日军际鱼 据说有一名装箱工人 基于爱国情操 偷藏塔叉 免于被略解海外 一直到现在 被珍藏在大陆山西省硕县 塔身及塔座被带到日本 战后被送到台湾 收藏于国立历史博物馆 同样呈现巨大宏伟的气势 还有这座四面千佛像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造型有点什么 下面稍微宽一点 上面稍微宽一点 那上面本来有一些文字 或什么已经毁坏了 那这样的这种四面 也是像我刚刚讲到的 三千大千世界 上下东西南北四方 各有无数的佛 在现在过去未来 不停在坦生 是这样子 浑然一体 展现四面千佛像主的雄厚气势 石灰岩柱底三面开刊造像 呈现肩拱形 表现千佛坐像 由下而上整齐排列 总计七百五十五尊佛坐像 筑底有佛座七尊佛像龛 共一佛二菩萨 二比丘二立世 立世展现威武器士 汉雄壮英姿 下方一对狮子与共养香炉 主尊佛杰家夫坐于腹半连台 右手施吴魏 左手与愿印 筑底左右侧 分别有三尊立项与坐像佛刊 佛手肉脊低缘 身着薄衣贴体袈裟 身姿线长直挺 具备其特有风格 华华运动以后 受到这个影响 它从这个印度的服装 改变成汉人的服装 那汉人服装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汉人的服装 它有裤盖双肩 有袖子 它虽然敞胎前胸 但是中医结代 而且刨斧的折纹 非常的厚 那么形成了雍容华贵的特色 所谓的包衣佛带的饰样 在北魏孝文帝 推行华化运动以后 影响到石窟佛像造型 四面千佛像柱完成的时间 大约是在西元 550到618年之间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北朝末年 与北朝早期 圆润壮阔的佛像风格 已经有明显区隔 早期看起来佛像 比较宽广 比较壮阔 那孝文帝推行华化运动 它以那个千细为美 那素素长长 而且削尖 它的肩膀是削尖 一则很厚 一层一层的四样 所以呢 这是北魏前期的四样 跟北魏后期的四样 就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在佛像上如此 这座僧亲造佛神龛 同样具备北齐特色 主尊龛是武尊做佛像 尚为碑额 装饰双盘龙身 古名文题为北齐天保八年 原来是龛像与提纪并茂 巨型碑刻下半部是长形碑身 两侧碑音中下层 有出资建造者的人像和提计 供养人群整齐划出 为流畅的银科线文更是珍贵 有时候他们会把供养的名字 甚至像是什么 我抄写这个佛经 当然佛经当时可能是什么 他们印刷处很新生 用印的 印了之后卷一卷 塞在那个瓦片里面 对 瓦片里面 但是一定要这个是我出钱来印的 一定要写我的名字 不然那个佛菩萨怎么知道功德是给我的 对 那我们是一个家族 所以有时候供养人的造型不是 他有时候是写名字 从这个组长 这个大家族里面最尊贵的 一直写 写到最后面 甚至连刚出生的都写 有时候是什么 磕成人的造型 男生 爸爸最前面最大 小孩子后面 儿子排一排 对面是女生 这样子分两排 背身正面 中下层的线科图 与原始碑面的表层 有明显的高低位差 堪相也非北齐原貌 直凿隆身 开堪技术不及北齐水准 是北宋宣和四年 将旧堪磨平 再行深刻重修 不过造像提记和供养人提名 使眷美北朝碑体书封 展现北朝特有的书法 艺术之美 上面的字标榜的是 像北魏时期 注重刀科 比较方力转折 非常有力道 但实际上 这些器物所呈现的是 整个北魏 对于佛教信仰 他的重视 透过刻画 书写在佛像附近的造像记 了解当时的建造原位 观察到造像者 发了如何的誓愿 祈求得到功德福报 以救度众生 基于寻求个人超脱的誓愿 呈现出大圣佛教的精神 这座章节等造佛七尊像碑 以简朴手法 呈现出严谨的北朝佛教 艺术特色 石窟常常会以佛为中心 然后旁边会有两个菩萨 像可能是这个观世音 或者大世智 可能是文书或普贤 他们在旁边 或者在旁边 有点像服侍的佛 中间的这个祖佛 所以我们叫什么 邪式菩萨 所以一般来讲 不太会有单独的 尽管历经政治更迭 北齐被并入北周 北周又被随取代 但北齐佛造像风格 却直接影响随唐的佛教艺术 更可见遭逢时代乱世 宗教给人安定的巨大力量 上到王公贵族 下到达官显耀 甚至是平民百姓 透过佛教发愿 护持佛法 以雕制艺术文物 巨大到寄托信仰 与艺术欣赏的双重功能 时代日新月异 其实我们现在都讨论到 未来的教科书可能直接准备个平板电脑就够了 不过您晓得吗 古代的教科书可是刻在石碑上 要让学生去拓映下来 加以临摹的 我们休息一下 带大家来看看这些现存的珍贵石板 度数日快乐 最后